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今天关注 白山把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 以科技创新为动力 促进医药产业向高端化 高质化 集群发展 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到通宇县调研时强调 坚决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收官任务 加快推动特色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 吉林省与浙江省跨区域科技创新合作大会举行 共有12个重点项目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今年1至9月 吉林省中欧班列进出口货预量突破10万吨 同比增长近55% 我省将对因台风受灾导服农作物收获机械实施省级补贴 玉米收获机单机最高补贴5万元 我省大部分地区迎来降雨降温 气象部门建议各地加强田间管理 可适当对农作物采取催俗措施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 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 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白山市素有野外就是药房 深山就是药库的美誉 是全国中药的北药种植加工和销售集散地 如何把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 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 白山市以科技创新为动力 中药农业为基础 中药工业为主体 中药装备工业为支撑 中药商业为枢纽 初步形成了以中程药生产 化学药制剂生产 中药材加工并下齐取的工业体系 一株株中药材正在撑起白山的中医药产业 这两天 府松县万良镇 再一次成为国内医药界关注的焦点 坐落在这里的长白山人参交易市场 开始不到一周 日交易量就突破了30万斤 作为亚洲最大的人参交易平台 万良镇2019年人参交易额近151亿元 占全国交易总量的80% 像安徽伯州 广州 国内这些中药材专业市场 全国的各大医药公司都往产地来走 因为我们是道地药材 所以说我们客户都在增加 从2019年开始 白山市提出建设中国绿色有机股 长白山森林食药城 变生态优势为产业优势 经济优势 全市拥有人参 灵芝 高山红景天等 900多种药用植物 20万亩人工种植中药材 以此为依托 当地正在加快建设长白山特色中药材 标准化种植基地 推行有机肥 替代化肥 生物防治病虫害等新技术 建设名副其实的中草药王国 眼下正是中药五味子的收获季节 因为指标均符合国家药点农产标准 净与县出产的五味子 成为国内各大药体的抢手货 每公斤给出110元的高价 看着红彤彤的果实 在当地五味子管理基地打工的村民刘金梅 喜上梅梢 这一天120不值钱 重新往外地高兴被树藏 年纪稳达到2300度 全年降水量达到600至700毫米 最适合五味子生长 基本上供不应求 在白山 每个县市区都有一个百公顷 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 全市以人身为代表的中药材种植面积 达到17.3万亩 标准化比重60%以上 可是每年2万吨的中药材年产量 也面临着产品积压的风险 于是白山市在产业规模上做起文章 再过三个月 这个占地4万平方米的 长白山道地药材交易中心就将竣工 成为东三省最大的道地药材集散地 道地药材展示中心 是8000平方米 正常能容纳是5000到6000人 只要在那个一年四季 都可以进行那个药材造调材 成品产生品 更加工产品 交易 每年交易金额在60亿左右 中药材种植流通再导精神加工 白山市正在把医药健康产业构建成 吉林东部绿色转型发展先行区的支柱产业 辅松县统筹企业财政金融资源 采用风险投资保姆服务 全程风化等方式 快速扶持2670户中医药企业 进行新产品开发 建立医药科技企业风化器 加快原创药物和智慧医疗产品的培育 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中医药产业集群 辅松制药股份公司是一家百年老字号 企业主打产品安供牛黄丸 刚刚被列入国家储备药 建设这股东风企业计划扩大生产规模 这一套设备是通过咱们政府工信部门 卫生部门 为了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给咱们争取的项目拨款380万 这一套生产线一旦上来 就设计能力看应该是5到10倍 我们近期签约了两个大的项目 一个是说一道百亿元的 藏外山天地的抗养项目 另外还有一个投资56亿元的 中医药博览员和中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把中医药和旅游 中医药和养老 中医药和学院的建设都加在一块 我相信辅送的未来中医药产业的发展 会成为辅送的主导产业 今年白山市重点推进的74个工业项目中 食药产业的数量 规划投资和年度投资 分别占比51.3% 54.2%和61.2% 成为支撑经济增长 转型升级的主导力量 9月15号至16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 到白城市通宇县调研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及理人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 坚决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收官任务 加快推动特色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 为走出振兴发展新路 贡献更大力量 通宇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 景俊海到天意果树棚磨基地 永峰制衣公司招服分厂 考察扶贫产业发展情况 鼓励他们扩大规模 提高效益 增强代付增收能力 在滨昭镇同家电团饮水点 景俊海指出 要搞好设备维护和水质检测 更好保障饮水安全 滨昭镇滨昭村 是景俊海扶贫包保的贫困村 他走访慰问已经脱贫的刘士杰家 勉励他乐观向上 努力把日子越过越好 在与扶贫干部群众代表座谈时 景俊海充分肯定脱贫攻坚成效 指出要狠抓政策落实 强化问题整改 确保不落一人一户 大力发展扶贫产业 带动农民就地就近就业 抓紧开展扶贫收入保险 核灾理赔 切实减轻灾情影响 加益风电塔桶制造 高灯塞高端组装 锂电池生产等项目 正在紧张施工 景俊海实地查看项目进展 要求加快建设 尽快打产 吸引配套企业落户 促进产业集群集聚 他走进牧原重食品加工 和饲料加工项目现场 指出要打通产业链条 发挥规模效应 带动增加就业 在善能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现场 景俊海强调 要科学规划 分散布局 集中并网 组建联盟 促进循环利用 绿色发展 他考察三一风电装备 技术公司生产线 强调要把新能源装备 制造业发展 与新能源开发利用 结合起来 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级 调研期间 景俊海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白城市通鱼县汇报 在充分肯定工作后 他强调 一要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让全省人民携手步入小康社会 逐项逐条逐户逐人 茶漏补缺 确保两部筹三宝杖向向落实 让群众喝上干净水 住上安全房 收入稳步增长 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二要冲刺三季度 决胜四季度 奋力向着实现全年目标 收官十三五迈进 坚持洋优势补短板解难题 狠抓工业运行 三产融合 扩大消费 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 同时抓好生产自救 确保颗粒归仓 保障粮食安全 三要全面深度 特色化的谋划好十四五规划 深刻认识资源秉赋 真正把资源吃干榨净 用活用好 利用好组合好新能源资源 通过发展储能产业 建立工业园区 就地销纳利用 同时进行大规模连续性 集电难送 在农作物种植基础上 发展养殖业 农产品和食品 深加工产业 拉长产业链条 建成粮仓 肉库 厨房 食电 利用湖泊 湿地等旅游资源 让游客赏花 观鸟 品鱼 科学规划十四五发展 推动全资源转化 全要素谋划 全产业循环 多领域突破 形成完整的新能源装备制造 到发电 配电 送电 全产业链 壮大的产业集群 打造国家级清洁能源 生产基地 实现全面高质量发展 王志厚等参加调研 今天省委省政府召开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 视频推进会 省委副书记高广斌指出 现在脱贫攻坚已经到了 决胜收官的最后阶段 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 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 坚决防止松劲代谢 精力转移 坚决打好最后冲刺之战 当前要把救灾工作 与防贫减贫结合起来 抓紧组织群众 开展生产自救和恢复重建 仅仅守住两部筹三保障 和饮水安全底线 防止阴灾制贫返贫 要聚焦目标标准 全面开展再排查 再巩固再提升行动 进一步提高脱贫质量成色 要最大限度 释放小额信贷的政策红利 千方百计抓好贫困劳动力 闻岗就业 持续推动扶贫产业就业 提制增效 要扎实开展消费扶贫月活动 帮助群众把扶贫产品 卖出去 卖上好价钱 要较真碰硬 开展好攻坚期内 最后一次成效考核 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检验 要按照四个不摘要求 切实加强动态监测 精准帮扶和保障兜底 保持各项政策措施 连续性稳定性 使群众脱贫奔小康的路子 走得更稳更好 副省长李岳主持会议 今天十一届吉林省委 第八轮巡视 对九个市周 和长白山开发区的巡视反馈情况 集中向社会公布 本轮巡视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 牢牢把握政治巡视内涵要求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论述 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 捧筹疫情防控和巡视监督 紧扣被巡视地区 党委党工委职能责任 聚焦两个维护 强化政治监督 深入了解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以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情况 落实全面从严制党战略部署情况 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情况 落实中央巡视审计等监督发现问题 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检视问题整改情况 在反馈会上 各省委巡视组指出 经过近几年全省上下共同努力 我省政治生态持续好转 各地区党风正风和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干部盖世创业的经济神得到极大提振 全省上下齐心协力 谋振兴促发展的良好氛围正在形成 与此同时 各省委巡视组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有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不够到位 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 还不够有利 有的落实全面从严制党主体责任 还不够到位 违纪违法问题仍然时有发生 有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还存在薄弱环节 基层党组织建设还需持续用力 有的落实整改主体责任 监督责任不够有利 整改长效机制还不完善 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 以按有关规定转纪检监察机关 组织部门等有关方面处理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省纪委监委 省委组织部有关领导出席反馈会议 传达了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同志 在听取省委第八轮巡视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 对巡视整改提出要求 强调被巡视地区党委党工委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强化使命意识和政治担当 以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要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 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保持力度不减 节奏不变 尺度不松 持之以恒 正风素季 坚定不移 推进反腐败斗争 巩固和发展压倒性胜利 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 在整改中要把自己摆进去 把职责摆进去 把工作摆进去 一件一件抓 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改 以坚定稳妥 扎实有效的政治整改 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 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落地生根 各被巡视地区党委党工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坚决扛起整改主体责任 把巡视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融入日常工作 融入深化改革 融入全面从严治党 融入班子队伍建设 对省委巡视组反馈问题 深刻反思 逐项梳理 制定整改方案 细化责任清单 以上率下 狠抓落实 做到全面整改 立行立改 急之急改 真改实改 建立健全 整改长效机制 推进各项工作 高质量发展 9月16号 吉林省浙江省跨区域科技创新合作大会 在浑春市举行 大会主题为创新合作发展共赢 来自吉林浙江两省的科技教育 海洋农业等领域的专家学者 以及相关企业代表200多人齐聚浑春 共商对口协作科技创新 与海洋经济发展大计 会上现代农业 医药健康 电子商务等12个重点项目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来自中国工程院 蚂蚁集团 中国土壤学会的专家 还就海洋经济发展 电子商务和粮食生产 做了主题发言 近年来 吉林与浙江的科技交流 日益加深 产业合作不断加快 产品市场相互拓展 对口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随着共建 一带一路 研边开发开放等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 研边周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 海洋经济成为浑春 进一步发展的新引擎 来自长春海关的消息 截至9月7号 今年以来 吉林省中欧班列进出口货运量 突破10万吨 同比增长54.52% 最新统计数字显示 吉林省中欧班列 平均每月出境11列 入境7列 主要乘运的货物出境品类 包括电子产品 服装鞋帽 汽车及汽车零部件 日用品 家电等 入境主要包括板材 汽车零部件 机械类 化工品 酒水食品等 乘运品类达2000多种 服务企业近3000家 国内货源地覆盖17个省市区 中欧班列由于具有速度快 安全性高的先天优势 是目前稳定企业供应链 产业链的重要支撑 截至目前 吉林省中欧班列 已连通俄罗斯境内 超80个铁路站点 欧洲10国30个铁路站点 今天的特色小镇巡礼 关注德惠市 朱成子小食品生产小镇 立足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 经过一年多建设 朱成子小食品生产小镇 吸引了多家知名企业落户 带动了当地一二三产融合 推进经济快速发展 德惠市朱成子 特色小食品生产小镇 位于德惠市朱成子镇 目前实现建城区面积 八平方公里 年产值35亿元 利税5.2亿元 实现就业人数0.9万人 这两天 吉林省回头客食品公司的 一条新生产线 正在进行设备调试 投产后 年产值将达到5000多万元 自2015年 落户到小食品生产小镇后 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业绩逐年提高 物流或者是员工就业 或者是这边的一个政策 肯定是相对是比较有优势的 那在这个混回下 一个进步肯定会比较快 黄思宏口中的氛围 是企业急剧带来的效应 依靠区位优势和一系列产业政策 小镇目前共吸引了16家 食品加工企业 这些企业抱团发展的同时 也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贯通 上游企业单机养殖的 下游企业呢 就是包括咱们这些物流企业 也都在这应用而生 企业呢也逐渐带动了 我们周边这个农户 也带动了我们一产和三产 引得来企业 还要让企业留得下发展好 今年猪橙子特色小食品生产小镇 围绕小镇客厅规划 打造了小食品产品展示大厅 电子商务中心 企业服务大厅 多工能厅 图书阅览室等 为小镇企业提供升级服务 主要是为了服务企业 发展企业来建设这么一个小镇客厅 展现咱们镇的这些企业的特点 风貌 为了招生引资 创造这么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下一步小镇将继续抓好招商引资 基础设施建设 创新体制机制等工作 深度挖掘小镇特色活力和人文内涵 做身做足小镇特色文章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 近期我省接连遭受三次台风 农作物出现导服 省政府已安排省级资金 对具有导服农作物收获性能的收获机械和玉米收获机所加装的辅助未入装置实施补贴 本次补贴对象为因台风影响受灾的所有县市区内 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补贴重点向规模化种植大户 家庭农场 农机合作社 农机大户等倾斜 今年受台风影响前所购置的收获机械不在此次省级补贴范围 省级资金的补贴比例总比不超过农机产品单价的20% 中央和省级补贴累加最高不超过产品市场销售价50% 玉米收获机单机最高补贴5万元 水稻收获机单机最高补贴2万元 对玉米收获机加装辅助未入装置给予补贴的每台套最高补贴4000元 省级补贴产品的购置时间从2020年8月27号起 补贴办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0年10月31号止 连日来在做好台风扇后与应对工作的同时 松原市第一时间启动导服作物收获机具的选行与改装 全力以赴减少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 这两天吉林新盐牧神机械公司的企业负责人 正和生产部门技术部门工作人员 对第一批改进的收割机进行试验性操作 9月初松原市受三次台风叠加影响 农作物导服受灾面积达300多万亩 未解决导服作物收割难题 当地政府组织相关企业改进农机具 导服的就一般的车它是收不起来的 在我们的两贯车上这两个在速度上的提升 就我们原来的可能用10分钟 后面的我们用8分钟 我们会制作一个小视频发放到相应的农机网站 跟大家推广 两款改进的收割机 一种是以焊接的形式将分合间整体加长 另一种是在原有的分合间上 用螺栓连接增加一段 使用这两种方式改良的设备 都能让分合间与导服的玉米接杆 充分接触并浮起 实现对导服玉米的收割 截至目前 松原地区已完成改良机械200多台套 9月14号 由鲁迅文学院锦麟省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鲁迅文学院 锦麟省中青年作家文学创作培训班在长春开班 培训班将邀请徐可 周小峰 马小桃 叶兆岩等9位全国知名作家专家学者授课 活动为期7天 共有来自全省的54位中青年作家接受培训 9月15号 冰雪思路图白米祖画开笔仪式 即创作研讨会在吉林省图书馆举行 祖画由画家赵明仁 秦永哲 刘崇云开笔 将由中国 朝鲜 日本 韩国 蒙古国 俄罗斯六国的十多名画家共同完成 以东北亚六国的不同审美角度 记录冰雪思路的变迁 组画完成后将在东北亚六国举办系列展览活动 我们这幅画的宗旨 就是以东北的冰雪思路为主要线索 然后重点描绘这六国在冰雪思路上几千年来的 民间的友好往来和贸易往来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情况通报 9月15号0到24时 全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9月15号0到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9月15号0到24时 全省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来自气象部门的消息 受冷窝影响 15号午后开始 我省出现降雨天气 西部部分地方有大道暴雨 预计本轮降水对我省的影响将持续至周末 今天夜间 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其中通化沿边部分地方有中雨 明天白天到夜间 降水范围将收缩到白城北部 松原东北部和长春 雨量也将减小 伴随降水过程 我省大部气温也将明显下降 幅度一般在5度左右 明天白天 全省最高气温不超过20度 最低气温在10度到12度 气象部门提醒市民 要根据早晚温差及时增减衣物 另外降水降温可能给农田牌烙带来负担 减缓作物生长进程 气象部门建议加强田间管理 条件允许可采取相应催俗措施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